這個在第一個時間 指揮中心我在記者會就已經宣布了 在幫助國人返台 PCR我們是不要求的 要求落地採檢 至於本來就有一些方式 對於沒有辦法取得的時候 就是也可以回來之後再採 那也免法如果符合我們的要求 不過重要我們就已經宣布過了 從烏克蘭再返台的 不需要登機前的PCR 請問現在有10名學生 只受困在多爾街址 那現在這樣的狀況是怎樣進行 那我想駐外單位應該會盡量予以協助 我們只能管在國內的要求 那請駐外單位 我們會再跟外交部再聯繫 請問現在考驗一家三口 你能看到幼兒園和國小群 有他聯繫的團隊在哪裡 他那個就是跟前面的 前面的幼兒園的學校那邊 有相關的職場的一個媽媽 然後衍生家裡三個小孩的一個染疫 那現在桃園對這個國小 也做一個全部的篩檢 那提前這個228連假 之後有大家需要觀察一周 才能說有沒有這個確認得到 當然這樣子一個在228連假裡面 有大規模的移動 那在裡面有集齊的一個群聚的情況 不過情形到目前觀察起來並沒有惡化 那蔓星存放前收費說 他已經有發反彈了 那是不是大聲有不排除就全部不收了 沒有考慮全部不收 在裡面討論是第二次跟第三次 那第一次大家已經有共識 維持我們這個健保署的一個提案 那至於在二三次裡面 那考慮的有兩個 第一個是會加重的負擔太多 那對於弱勢者不利 那第二個是因為要收取部分負擔 是會對於醫組 換句話說收部分負擔可能會阻礙他去領藥的一個意願 而讓這個長期定期的一個服務藥 這樣的時候被打斷 所以是有考慮在二三次 因為在不要加重太多的負擔 然後遵從醫屬這兩邊去考慮 不過都還沒定案 好 我想請問一下PCR它從負擔可以轉機 但是到底會有什麼去被查 你是溝通上出的問題 我想是在機場跟航空公司上面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或者是這樣子 在以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事實上已經宣佈說不需要 好 謝謝 謝謝